黑椒汁铁板牛肉 哈喽大家好 西洋菜谱每一分享 今天分享黑椒汁铁板牛肉 那我们看看今天要准备的主要材料 我们今天做铁板牛肉 当然要需要一块铁板 在那种家庭那种餐馆 或者是那种Family Appliance那些店 就是Target 很多地方都有的卖的 好像十几块吧 十三十四块一块 连这个做的 我们经常做铁板面 铁板牛肉 铁板豆腐 就是需要这块铁板 然后我们大概有牛肉一半 四五个小蘑菇 半个那个红的甜椒 配配颜色 那个几片的小酱片 还有两个洋葱头 三粒蒜蓉 两条葱 还有一个洋葱 它味料有那个黑椒汁嘛 当然有那个黑椒汁 胡椒粉 虾姜粉 还有黑胡椒粉 酒 生抽 糖 和老抽 首先我们把那个牛肉洗干净 洗干水 然后就把它先切成块 可以切稍稍大块一点也没关系 我这个不算大 不要切的太薄 太薄的话会散开 我今天用的是炒牛肉 也可以用那个猪斩肉 或者是比较嫩的部分那个牛肉也可以 用那个牛柳也可以 我们把牛肉切好以后 大概用个一茶匙的那个 纯茄 食用纯茄 一个茶匙 把它用水泡个半个小时 让它的肉质比较嫩 大家也可以用小苏打 或者泡打粉也可以 把它泡个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都可以 泡完以后要洗干净 这样就比较安全 有些人他连那个小苏打 放进去腌 一起食用 我是觉得把它泡一泡水 洗干净就比较好一点 大家也可以用小苏打 连着一起腌也可以 我这个方法是最安全的 把它往水里面泡半个小时 然后洗干净 然后再把那个牛肉腌 趁着我们泡牛肉的空大 我们淘一个黑汁 等一下最后淋在那个牛肉上 我们有这个黑椒汁 大概一二三 三个茶匙左右 然后我少许的沙姜粉 大概六分之一 茶匙 胡椒粉 还有黑椒粉 因为它那个黑椒汁那个味道还是比较淡一点 那个黑椒不够 所以我们加点黑椒粉 所以我们加点黑椒粉 让它的味道比较容易一点 猛烈一点 然后半个茶匙的脑抽 就是调调颜色 一个茶匙的生抽 一个茶匙的料酒 还有一个茶匙的糖 如果喜欢甜的 可以稍多一点 也可以 然后一个茶匙的生抽 然后我们加个半杯的水 拌碗水 把它全部调匀 好 那个碱水泡好以后 我们就拿去洗淋 把它冲洗干净 干净 吸干水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牛肉腌一下 首先我们拿那个生粉 生粉 两个茶匙 三个茶匙 把它先抓一下 滑一点 然后小许的沙漿粉 大概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茶匙 胡椒粉也是 还有那个黑胡椒粉 就是我们这个是黑鸡吧 就是主要还是用黑的胡椒粉 然后一个茶匙的生抽 半个茶匙的那个老抽 调个颜色 一茶匙的酒 一茶匙的糖 半个茶匙的那个鸡粉 把它捞一下 把它抓匀以后 我们调个最后放个一茶匙的油 让它润滑一下 就不会炒的时候 不会粘锅 也让它香一点 全部加匀 最少腌半个小时 放冰箱 放在冰箱 等一下炒的时候 会脆一点 好我们牛肉已经腌了 半个小时有多了 我们锅里面放个两汤匙 把那个姜这样 放一下 然后放那个干葱头 还有蒜油 然后放一下 然后把那个牛肉放进去炒 炒个两三分钟 差不多就好了 好现在炒了两分钟了 那个牛肉鱼已经有 九层多熟了 我们把它剥到里面去 然后利用那个鱼油放在洋葱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黏椒 还有一点的那个葱头 葱绿最后才有 要炒一下 这个我们就不用放盐了 因为那个鱼肉里面 因为那个鱼肉里面已经有酱油了 因为鱼肉放盐 会让那个鱼肉会硬的 所以我们一般做鱼肉 只放酱油 我现在炒好以后 等一下 因为等一下那个黑枝也有味道 所以这个时候不用放盐 好我们现在炒好 把它放到碗里面 炒好这个以后 我们把这个铁锅 放在那个炉头里面 烧个一分钟左右 它就会热热 然后这边我们 再利用那个锅 把小水的油 然后小水的葱 把那个蘑菇炒一下 好我们现在把那个黑枝 要放进去煮 煮的时候要不断的搅动它 因为有生存在里面 好我们的黑椒吃就好了 先把它倒到碗里面 这边那个铁板已经消红了 你看有点冒烟了 我们就放一点点的油 然后大家也可以用黄油 因为我宝宝不是很喜欢用黄油 所以我就用植物油 把它刷一下 那那个铁板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那么 蘸锅 然后我们现在冒烟了 我们要关火 把那个铁板拿出来 要拿个布 然后把那个黄油放上去 然后把那个黄油放上去 满面了 要够的水泡 好 非常非常香的 黑枝卤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那个葱 木也放上去 然后把那个黑 黑枝炒上去 粉 OK 我们的黑椒铁板 牛肉就好了 希望你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